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友说梁朝伟 人家说都算有爱 斌修长河出位 你有没有听过其他善举呢 不要紧要 其实有没有其他 都不要紧要 有做我永远都鼓励 有做好过不做 做 又可以说是假 沽名吊远 不做 不想理不理世事 是吟家产来 发财不立品 就很难做人 所以做人 真的不用理那么多人 好像 我本来真的不想说 但我一个网友 跟我很熟悉 都听过很多的节目 他昨天分享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跟 我连何马河坦 都不知道 我怎会看这些 分享了钟建华 他们那班 真是去孙 和桑普孙 江文慧 真是瘋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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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 你有没有看过那段 讲到好像说 他是共产党栽培出来 准备入卖会 拿金牌进去 天下日下就特首 这个不是那些 网民王是钟建华 是在桑普 你是不是瘋狂了 首先要讲讲 奥运金牌非常难拿 现在你看清楚情况 江文慧 我不需要你去政治立场 拿了奥运金牌之后 那些人于是全部 撲去 你没有臭嘴 你好话不要听 今天有个网友跟我说 他说江文慧 去奥运金牌之后 你猜江文慧 有没有打算请他 你问我 我认为他当然是够资格 还是 有没有拿到金牌 当然是请他 还是怎样 有没有部署 部署都部署都有人说 这个就是金牌得住 我培养定 那么容易吗 好了 澳门特首选举 岑浩辉宣布辞任中院院长 我对澳门不是非常关切 大家可以自己看衢生 但是我看他的profile 他是中院院长 中审法院院长 即章举人 马道立来的 你不要吴吴小野 1981年中山市文科狀元的身份 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接著在廣州擔任失業律師 1986年移居澳門 90年以法律人才身份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收讀語言和法律課程 1993年返回澳門 成為首批法院司法參事之一 之後長期在法院和檢察院做事 當然有很多案件 觸目的是何超明 和歐文龍的貪污案 也很大力譴責歐文龍貪污無謂 政府甚至令國家好養衰等等 好了 但我們關注的是 他現在高調辭職 這個世界奉望無保不落 作為一個1981年 在中山市藏元身份 考入北京大學 我們大概猜一下 1981年的時候 他是二十二歲 或者十七八歲 十八九歲 我預算他大些 是六零六一年出生 現在六十五歲 在北京大學讀完書 在廣州做律師 廣州發展是合理的 因為老實說 你在北京發展 都不太容易 因為北京中山人是廣東仔 然後1986年下來澳門 1986年下來澳門是很合理的 我們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 就在1984年簽 那麼中埔聯合聲明 大家上網去看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1984年簽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也牽引了澳門 在1999年回歸 於是澳門其實在六七年之後 跟我們香港的處境已經很不一樣 有一個人安排下來 以這個人呢 1996年下來 1990年去葡萄牙 讀書 讀語言 還有法律 然後回來 就在澳門的司法部門做事 一直做到現在 這個呢 在各方面你們看 肯定不是我們心目中的澳人治港 或者我們心目中的港人治港 但是我覺得正好 更加好 更加好融合 反正馬館的黑貓白貓 捉得到鬧鼠就是嚎貓 如果是這樣呢 我真是建議 如果還有命 還未 朱鎔基 我們最喜歡朱鎔基 九十幾歲了 現在 你下屆兩屆 過了兩年 九十八 九十七 下來做 好 好 然後等到葉劉 鄧炳強 坐藥廉去學一下 那時候真是 朱鎔退休了 就上去 這次就上去 學不學到東西 我怕 朱鎔基 就算我們朱總理 九十幾歲都拍到 表情你們 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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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動噴血 好了 他講了什麼呢 這個 岑浩輝 他說 在澳門回家二十九年的時候 他說 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體系裡面 中審法院和司法體系 是一種壓倉石 穩定器的作用 他說 在二十年的中院院長工作裡面 他對一件事感到最欣慰的 就是二十年來 我作為中審法院的院長 我們的裁判 二百八十九宗案裡面 沒有一宗 是由我們中審法院做出的裁判 而引起或者導致 全國人大常委要釋法的這種情況 那當然 你們聖牌很多 還有你這個壓倉石 根本已經一早就做了 他們要釋法的事情 而澳門的社會和香港有些不同 那個反對性陰媒體 根本是完全兩件事 當然 在我們偉大祖國心目中 我們很厲害 香港就很煩 但是我又要問一下 現在澳門又怎樣 你就算現在 好像賭場旺些 外面的經濟怎樣 那些經濟怎樣 那些人怎樣 更單一個我們香港的產業 好了 另外這一段 有些新發展 我在說陸鎮中非禮案 又新發展 好了 之前那些不用說 大家知道了 6月22日 三次拖我進廁所 拖X進去 口包 沒有爆到 口膠 即是含不出的? 沒有出的 沒有出的 老實說 如果我女兒和我含三次 三次都不出 都出不了 心癮是好癮 不行的 嗯 嘩 嘩 嘩 今天呢 這一個呢 案發時 案發時 X的男朋友姓孫 的 不就是孫悟空 OK 姓孫的就出來作空 這個是X案發時的男朋友 他說 X在2002年6月22日 和同小朋友 吃飯 這就是發生事的那晚 OK 當晚 老孫 三次打電話給女兒 X X去到第三次接電話 他說 當時X的說話 很含糊 我現在和X分手了 他說 然後督察 蔡文浩 就拿過電話過來 就說 喂 阿孫啊 X現在喝醉了 你定呀 我會開車送 X回家 於是 那時候 蔡文浩和老孫 就相約在粉嶺的火車 在巴士站等 嗯 然後蔡文浩 就載X去到巴士站 當時 老孫見到她的女朋友 說X 有醉意 然後 X跟她說 嘩 喂 阿被告 就是 陸鎮宗 在雜人之道 他不斷 硬疼我和駕駛我的球 還逼我含糊 老孫就問他 他有沒有射精 阿X說沒有 阿孫說 當時 阿X感覺到很委屈 眼泛淚光 但是沒有哭出來 阿X又說 當時被告要他 杯杯清 他喝了五六杯 於是乎乎乎乎乎乎 不勝酒力 老實說 我不用尊不尊重這女兒 你們想不想說 我和我犯了一條女兒 那是甚麼 即是報警 一定不報警 一定不報警 很奇怪 這樣也不報警 你女兒是警察 一定會報警 阿老孫就說 那時 他和阿X剛剛開始拍拖的時候 阿X已經表明說 要結婚才可以不撥 有可能 阿X你 所以 你先聽聽聽 你先聽聽聽 他們拍拖多年 從來沒有過姓蜥竹 我們都未見過阿X的裸體 阿X 非禮事件之後 他們兩個人對阿X應不應該辭職 意見不同 所以最終分了手 是否應不應該報警 不是應不應該辭職 好了 而另一個 又是姓陸 姓陸的男督察 又出來作證 他說 他在一個training course 認識阿X 這個 陸督察 在2022年6月23日早上 收到阿X的電話 阿X跟他說 他為何會給一個 在一個training course 認識的人 電話 講這些 他說 昨晚 給我老闆非禮 還對我五六杯 然後我睡在桌面 我老闆帶我去蠶癡 又疼我 又欺負我 然後按我頭 去奔秋道 陸督察 就說聽完之後 很驚訝 他就跟阿X分析事件 但阿X跟他說 不要告訴別人 他當時都沒有報警 跟著 陸督察 就跟阿X拍拖 他說跟阿X相處的時候 很舒服 他知道非禮事件之後 他都想保護阿X 也擔心阿X再遷非禮 老常說 這件事就是非常奇怪的事 不是 五報經驗很奇怪 第一 我不要說我沒有記者 先去分析 這個孫老孫 是他當時的男朋友 即是被人非禮時的男朋友 拍拖了好幾年 無性接觸 說明要結束分析才接觸 要簽程樂書嗎 好了 而事後 因為關於這個報警 持不持職 不是報警 不是報警 是持不持職 意見不同 那似乎是 阿X繼續想做 而他就想 你不要做 所以就分了手 好了 分手也是朋友 所以現在出來給口供 這個口供似乎 是對被告不離的 對嗎 是 但是是太過不合乎事實 甚至乎令到我覺得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 甲口供的情況呢 這是什麼男人 那女人和她拍拖幾年 連裸替都不讓你看 又引到 連是被人死你 那女人被人這樣 即是 嘴唇不爆 都不可以 又引到 喂 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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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說真的 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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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正常 第一句問她有沒有 射精唯 第一句問她 要不要報警了嗎 很奇怪 當然這個女人 我告訴你 露雪 你從來只是兵 如果你今晚有聽我的節目 你幾年入面 你以為你真的是男人嗎 You are only up 還要報兵 屋租是不是他們全交了 醫食自行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在6月22號那晚 你和蔡文浩約定 蔡文浩說 你怎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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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下了 我坐下巴士站不等 但是第二天 她不是跟你 如果你是 她真的當你是兒子 她不是 打扮你在訓練場上 認識的陸上 直到她說 我昨天給人非禮 又要想 老實說 屌你老母 當然知道甚麼事 所以於是 她就和陸sir拍拖 這個不是引證了 屌你老母 好像我被你 我最多這些女電話 我從小到大 最多了 突然屌你晚上三點 她被你 當你問甚麼事 你現在做甚麼 其實你還在想嗎 發孝 她一定是發孝 你還在想 我問你做甚麼 發孝 想到怪 你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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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我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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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這些 她說 你這樣做 你沒興趣就是這樣 如果興趣 你這樣做 你慢慢問 不過現在我 夠硬 你夠薑就行了 你夠薑就行了 你很噁 我好想跟你搏雨 我現在想起校囊 我現在想起校囊 你夠薑就行了 你夠薑就行了 真的 是 你晚上兩三點 我這樣做 我正 我沒有理據 我這樣做 我這樣做 然後她看她 她看她 她看她 拿她的電話 師傅 進去廁所 做甚麼 你這麼晚 做甚麼 她說 Miss you 然後就叫我 Emoji 她說 我也是 我剛剛還打算你打飛機 你會不會噁心 說得這麼噁心 就說這些 你會不會噁心 你會噁心 你很奇怪 好了 我看完這些 你問我 我當然不會覺得 甚麼 你說這個女兒 是不是被人非禮 我覺得很大機會是 是的 但你說她有沒有基審 也是有的 很簡單 不過現在 說完案情就算了 不要分析 免得影響 還在審問 好了 昨天呢 九龍堂呢 有個成大教授就 墮鬼 然後網傳 他有個遺書 那我就無法確認 這個遺書 是不是真的去寫的 但是有很多網友說是 你有沒有去看過 是不是去寫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好被臭 廣傳 我當然要譴責這個 叫做李顯華的人 是吧 或者李顯業華 不是李顯業 這個 喂 甚麼情況都不用死 但他有情緒病 嗯 那這個情緒病 是因為有情緒病 還是因為 2019年他講的 是引起情緒病 我覺得兩者都有關係 喂 我也有情緒病 你媽媽 是 是吧 是 叫你老 不是 喂 除了我們 不開心 不是 除了我們一向有情緒病 老實說 如果我去看醫生 我覺得我一定會有情緒病 我估計十個有九個有 但是你去到現在 今時今日 就真的十個九個有 我怎麼開心 叫你老婆 我從小到大學的東西 叫你老婆 你拆斷了 或者 我不想信 我都迫著要信 叫你老婆 就迫著信 我又拆斷了 對 那我沒有改變 我幾十歲 我都改變 譬如他教書 看著大學 一年衰過一年 那些管理 那些校委會 或者是 因為他們還在前 我們 你同時都敷 我們很幸運 阿正 為什麼他很幸運 因為我們自己在 邊安一角在這裏 做我們的節目 講我們相信的事情 那些網友聽完 就喜歡我的課金 不喜歡的 或者喜歡買東西 不喜歡我都沒有課 我都不用看著 黑白顛倒 這樣 然後小人得志 學生篤灰 甚麼人都一起 不想是這樣的 社會 他說 一點關於個人的小宣佈 昨天下午 星期二十五號 九龍塘站 無歸範圍 說實話 他有約約一問 黃國東 九龍塘 這麼多年 玻璃幕門 還有二、三十年 還沒想起好 是 要幾難嗎 正常下午 應該全部都有了 是 全部要有了 一定會 為什麼呢 有生沉死 他可能去底部吐 一件事 還有還有 很多時候是一剎那 你那一刻 方便不到 可能就醒了 是 昨天就堕鬼 據說 他留下了一個遺書 成帝都出了聲明 心腦難過 我也很難過 當你刷到這條post的時候 這個世界 已經沒有我了 離開四大那天 剛剛是二十三條立法層 開樂定 天空灰暮暮 由二零一九年春天開始 那場風波 我每一天是快樂的 作為失落的一代 我對於香港的明天 亦都不再有任何期待 對這個世界 亦都沒有任何留戀 今天是星期日 天氣很好 風和日麗 亦都是我忌日 我走之後 請你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海自由 如果掛著我的 就來這裡看看我 好抱歉 再次被大家造成困難 困擾和麻煩 我想 給火車剪碎的感覺 應該和給坦克剪碎 差不多吧 能夠在這一座 我曾經深愛過的 和我同遂 但日漸衰落的城市 用這個慘烈的方式去建築生命 大概都是一種浪漫 吧 希望我走之後 世界會更加美好 世界會更加美好 我愛你們 OK 好了 現在 從2019年春天那場風波開前行 末有一天是真正快樂的 OK 有人就 有些網友 就 附濟 說 那個我只該說 時我妹 原格意義來說 你問我我好一點 因為你問我 成世人裏 我有哪些快樂呢 我都覺得沒有 五十幾年人生 但是 隨著年紀越大 你要學會 原來你要苦中取落 當然 你不要說到 什麼 兒子出世 和老婆結婚 不需要說一些 其實一班朋友在感情好的時候 圍在聊天都可以快樂 你說快樂之中 突然間會有些失落 那這種感覺上 會有 但是2019年 的確是一個 是一個 分水嶺 你整個 2019年之前 2014-19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在變 但是 怎麼變都好 我還覺得 可以在那裡吐一口氣 那你說現在 你說什麼 我真是不想上去香港 我真是上去好 我又不是移民民 我為什麼要上去香港 我看都看你 四萬點 我看都看你 多建一些公屋 大家上樓 大家找到吃 好像以前那樣開心心 可以嗎 說兩句話都不能夠 你管都這樣 我真的不會說 我真的理你了 我真的理你了 記住上來買東西 還有貨額 冬至有戲 差點不記得了 貨額 我下星期聽見 郭博士他們 現在做了一個 我發覺我們 平面都不夠見 我們都要做個轉數塊 的八曲 轉數塊的 是吧 找我打電話 一、五、七、八、八、四 那就是此理此理 即是貼上去 是的 請喝咖啡 齊頭 你想想 東西有沒有上來買 我認得那樣的 東西有沒有上來買 又沒有課金 又沒有AI版 你說我好窄的 好窄不要緊 但你幾千人在這裏 其中一百幾十個 捐十元就好 對不對 給你老美 明天再見 還沒做到節目 還有兩次 不要搜尋 再見 再見